简安巷一家麻将游艺馆 为了让赌客可以长时间待在麻将馆里头赌博 居然直接在店内以低于市价贩售的毒品给赌客来使用 人员进出很复杂甚至还有高中生出没 华联刑警大队长期布线锁定了麻将馆的业性负责人 设重贤持搜索票缤纷四路 代表的业性负责人还有三名店内负责交易的员工 同时还在麻将馆后方草丛巡获了长力的彩虹烟毒品 以及丢弃使用完的毒咖啡包 全案依照贩毒罪移送花莲地卷署侦办 警方来到吉安巷一家麻将游艺馆强力搜索 在后方草丛巡获藏匿的彩虹烟毒品 以及丢弃使用完的毒品咖啡包 原来他们为了让赌客能够长时间待在麻将馆中赌博 竟然直接在店内以低于市价贩售毒品给赌客使用 警方透过毒品向上溯源 锁定麻将馆业性负责人设有重贤 专案小组历经两个多月的收证锁定目标 此搜索票缤纷释路 逮捕业性负责人及三名店内负责交易的员工 本局刑警大队在今年一月份侦办一件毒品彩虹烟案 持续侦办向上溯源以后发现这个毒品来自本县吉安乡某一间的麻将馆 那麻将馆里面的主弦这个叫说柜台服务人员及员工贩卖毒品 案经本局扩大侦办后报请台湾团案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 在检察官的指挥之下 由本局刑警大队科生队征三队执行具体及搜索 麻将馆进出复杂甚至经常会有高中生出没 所信警方及时发现破获毒窟 查扣毒品咖啡108包凯他命一包及彩虹烟两包等行星毒品 成功阻止毒品流入市面 全案以违反毒品违害防治条例 将涉案人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记者徐立芹吉安相报导